以下是JC在11月1号的传讯 你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JC 你们社会在彻底终结前做垂死挣扎和生产前的正通 它是在显示出你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深层的情绪 深层的信念和深层的偶像 每一个人都会被揭示他们所相信的事实 我们想要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的体验 当你因为情况的改变而感觉到恐惧 那你就会知道你所相信的是被这个变化的情况说触发 这就是此时对你们所有的人所收割的恩惠 如果你住在一个房子里 你有一个工作 你做同样的事情好几年了 你的孩子去上学了 你认为你知道你所相信的 知道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去上学 当你发现孩子去上学已经不是安全的事了 你必须要处理这些事情 你发觉你所相信的某些事情是你不知道 那是你所相信的 你发觉你所没有的技能是你必须去培养的 全都是因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在进行改变 你的孩子无法再上学了 所以我们想要你去做的事 当你感觉挫折 困惑对被披露的事件缺乏了解 我们希望你要做的事是 你了解到你是在体验你之前从未体验的事情 因为资讯的接口是在你的意识之内 那是庞大的 你没有办法让他一次全部都被激活 而现在在发生的是 现在被激活的事情是以前没有被激活的 举例来说 我们的传讯人从来没有流离失所过 而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体验 他在体验全世界很多人在体验的 也就是他们的家园不再是安全的了 待在那儿不再能到达他们生命的目标 所以他们去到他们可以体验更美好的地方 当你经验这类的体验 不只是你期待即将来临的 你也是在尖掉你所依附的任何旧的人事物之身子 在这个避难的情况下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你不能对你的房子有所依附 假如你必须离开你的国家 而搬去其他地方 你不能对你的邻居有依附 他们与你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你不能对你的某些家人依附 因为某些家人太老了 他们不可能跟你一起搬离 有些人不同意你 认为你在做错的决定 所以这里有巨大的放弃 浪度的过程 而且它是自愿的 但这并不表示它是令人恐惧的 这并不表示它是艰难的工作 这并不表示它是容易的 然而你是在选择更美好的人生 假如你想到某些人 他们是被装载在大卡车的后面 因为他们要逃离德国 有些人爬出围里 从非洲逃难到欧洲 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决定 当你看着他们的时候 你会想 哦 这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事情 但是他们是被圣灵引导着 去转换他们原本所专注的焦点 到一个新的区域 所以在一个逃难的状况 你会觉得这是合理的 你们很多人即将成为 你们人生的逃难者 你的工作会被拿掉 现行的工作会被去除掉 你会被通知 你所拥有的退休计划 你住的房子 可能会失去它的价值 因为经济的衰退 所以你们许多人将会经历 这些失去的经历 也就是你从小到达 被教养的价值系统 好多好多年来 你被强化训练成的 但这并不表示 你会到一个很糟的境遇 它可能表示是 你结束了你原本就不喜欢的工作 虽然它可能帮你支付所有的账单 你知道这个想法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知道这是你不喜欢做的工作 当然也不想在那继续工作十年 而现在一些政府的命令与规则 告诉你这些工作 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 那你可能会被迫去发展一些你自己的面向 而那是你一直想要去发展的 你在社会中被思想控制和制约 你没有勇气去做 而你们现在被迫去做了 也有些人的婚姻破裂了 是因为现在发生的这些 而实际上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 现在发生的这些压力所产生的破裂 其实早在几年前应该就会发生的 有些人可以接受他们婚姻的状态 只要他们不常常看到彼此 只要他们有工作 就不用看到彼此太长一段时间 那他们就可以待在他们的婚姻中 一旦他们开始在家工作 他们没有社交生活 可以让彼此远离对方 就会婚姻失调 而导致离婚 这实际上是不矛盾的 只是这些被那让他们会分心的东西 隐藏住了 所以这就是人们在经历的一些例子 而我们想要你们全部的人去经验 你财务上的压力 或者是搬到某一个地方的想法 那对你较有意义的面向 我们想要你去做的事 重新架构你的故事 不是去看你将要失去的东西 转换你观点去看 哪里是你可能到达的地方 什么是你可能去学习的 你可以改善你的状况吗 你有办法去做那些 你一直想去做的事情吗 那些原本是你为了账单 而让你停止不前的事 这是关于去叙说另一个故事 这是关于了解到 虽然你的星球看似在退化 但它是能量充沛的 且实际上是在进化的 那你看到的分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是这样称呼的 那些接受化学义程和不接受化学义程的人 分裂 那些接受化学义程的人 不久之后将会看到他们的奖励 他们会获得很多的奖励 他们会看到他们接受之后 所获得的益处 而那些不接受化学义程的人 他们会感受到一些障碍 而我们要你了解的是 你们隶属于不同化学义程团体的人 每一个团体中的每一个你们都会学到一些事情 以我们的传讯人来说 他学到了一些东西 也还在学习 他在加拿大的那个重新整修的美丽房子 那是他的儿子为他建造的 他的房子即将整修完毕 他的儿子并不想要把他的房子卖掉 但蒂娜想要卖掉他 所以他所面临的状况是 他之前说没有面临到的 也就是他必须与他爱的 尊重他的 和想要爱他的家人来对话 他们在这些事上投资了他们的时间 他们想要为他们的家人 把这个房子留下 而我们的传讯人 想要开始他的新的生活 他想要用这些资金 在一个美好的新国家中 来创造他新的生活的跳板 因此他的内在有一些过程在走 而对他来说是不舒服的 然而经由我们对他的训练 经由我们对他很完善的训练 他知道的真实面是 他的孩子会以他们的投资 他们优先考虑的去过他们的生活 而蒂娜必须依照他自己的过去过他的生活 而他看到他的过去 他人生之中说做的选择 他是观察到的是 假如他过得很真实 当他是真实面对他的指引 所有的事情都会运作的无比的好 但他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听到那些警告 他没有跟随他自己的心 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混乱 所以他了解到的是 那复杂和混乱是因为他没有跟随他的蓝图 他没有跟随他的蓝图 所以在这个特定事件会发生的事实 有清晰的讯息从他的蓝图而来 来作为他财务运用的使用 是那个修整后美丽的房子 然后他理解到 这只是个物质的物品 他在这个过程说 享受到的是与他孩子相处的日子 他与他儿子的对话 那些笑话 有能力煮午餐给他们吃 在他们为他说建造的浴缸里 这个房子真正的价值是那建造过程中 说带给他们一年半的喜悦 而不是房子本身 而是与房子相关的 他们所拥有的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悦的历程 所以当你必须去做一个艰难决定的时候 不论是你所坚定的主题 不论是对别人诚实告知 你秘密地在参加读书会 不论是当你发觉你是团体内唯一 你跟别人是不同的 抬头挺胸 诚实地表达 这就是 这就是我在做的 你与你自己一致 这是你的诚实 这是在呈现你与你的蓝图一致 你的蓝图是由你的灵性导师 说引导给你的 是由扬声大师给你的 他们以对你有益你的方式来帮助你 来经历你的人生 所以你才可以获得这些体验和课题 这是你们全部一起决定的 这是在这次转世中对你最有益的 所以当你没有听到你自己 当你躲藏你自己 当你与自己没有一致 你就忽视了你的蓝图 你的蓝图在那里是为了你的益处 它不是放在那里被你忽视 它不是在那里给你困难工作的 它在那里是因为它是对你这次 转世最有意义的入境 所以这是我们要你去做的 当你在经历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年中 让你自己回到你自己中 你喜爱的是什么 你认为有价值的是什么 什么是你想体验的 你有专注且投资在那上面 还是你投资在没有意义的事物上 那些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健康 你的幸福 你的未来生活上的 所有你做的事情 所有你想的事情 所有你说的事情 不论它对你有意义的未来 是否有贡献 当你听到你的指引 去为你有意义的未来做贡献 或者是经由欺骗你而说 我不是那个 我是那个 而把你带离了这个境界 或说那是没关系的 但其实不是 或是你假装为一个 却不是你的某一事物 这个时间是呈现真实与自我一致 和有勇气的时间 我是你所知的JC 我们下次再会